国感的所有的家们大家好 好久不见紫西又来了 这一次呢紫西给你们邀请了 咱们海派玉雕的传承人 将会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海派玉雕在这个行业的影响力有多高 现在整个中国翡翠雕刻 75%的奖项 都是出自咱们海派玉雕 而且海派玉雕也是中国翡翠工艺 对物质文化遗产里面唯一一个 是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传承功力 今天呢紫西也邀请了咱们海派玉雕 唯一的传承人 咱们的孙教授 跟直播间的所有的家们见面 这样子吧 邀请咱们尊教授跟大家说两句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海派玉雕的整传人孙子 很开心能够受到这期的邀请 我听说咱们国感直播间里面的聚友们 都是高学敌高认知高评论的 对北京有一定高度的认知 其要求我呢 希望我能够把真正属于 微物质买盘的海派玉雕的主题 能够带给大家 诚子邀请大家 在10月18号晚上8点钟 来到直播间 参加我线上首次艺术馆的 一个对外感触 再次感谢大家